可能大伙也注意到了 最近我的视频没什么点击量 评论区也少了很多 基本上少了三分之二的评论 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想想三年前的时候 18号的机票 然后回到老家 歪打不撞的就撞上自媒体了 而且我不知道自媒体是啥东西 那时候还很傻的 人家给刷礼物什么的 不知道那是钱 包括平台的管理人员在上面飘瓶 我都以为是骗子 还有那时候当地开中江的领导 也是在这飘瓶 说感谢什么你为家乡怎么样子 我以为也是骗子 直播间里面人太多了 什么人都有 我的情绪被他们给带动了 说各种话的人都有 我自己内心气得不得了 嘴上还得给他们解说 下了脖子后 涨了1.8万个粉丝 我想我有1.8万粉丝了 有些人做了半年了 就为了涨个1万的粉 然后什么才能认证 那时候我还看别人的短视频 有新作的自媒体的作者 真的挺苦恼的看那样子 我这一个上播就收获了1.8万粉丝 这直播起来可有动力了 关键是有一种成就感 就也感觉被人认可了 那时候在头条户外直播的还不多 做直播的也很少 我应该属于赶上好时候了 那时候只要你做 只要你拍 只要是你的内容少 我觉得就会被推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那样子的 就这样的随便拨拨 很自在的很随意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10万个粉丝 有了10万粉丝之后 你就放不下了 就想我应该有20万 我什么时候涨到50万 我觉得涨到50万就很牛逼 就会有那种想法了 人是有欲望的 哪怕在网络的世界也是有欲望的 也不是说图自媒体干嘛 想法就是50万为目标 觉得自己有50万个粉 就觉得这个号挺牛的了 就觉得自己也是玩自媒体的人了 会有那种感觉 后来就这么的边玩边做 就把这个号慢慢的做起来了 其实我在10万粉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一个坎 为什么说是坎呢 到你粉丝10万的时候 平台不太使劲推我了 当然了也会推 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子了 每次直播都给我顶到第一位 那时候真的是平实力了 那自己想了 我都做都做到10万了 那以前还是挺有人气的 那我也不能说一下子 因为平台不推了 我自己不努力我就放弃了 或者是我就退出了 没有你们也知道我的性格的 我的性格是越出越勇那种 我不怕困难 我也不怕挫折 什么就在我眼里没有任何失败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不经历过无数失败 你永远都没办法出人头地 失败太正常了 小事 我就是那样性格 所以我知道了 这个时候得必须靠实力了 就是说我直播的时候必须得有内容 直播的内容必须得吸引人 让别人好奇 让别人想去看 我那时候就做内容类的那种直播了 户外打野 啥的啥的你们忘了 啥都有了 真的是吃辛苦 我跟我爸出门出去一趟 我没事 我爸回来自己生病 打了7天6针 我们老家那边那么的冷 外在的自然的因素 就让我们身体受不了 所以我爸倒下了 我没倒下 我还继续的 每天该播还播 那时候也有收入 因为直播的时候收益还是不低的 后来直播也就是兴旺一年多 一年多之后 这直播慢慢的好像也 整个这大环境不太好了 直播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不是你努力 不是你有内容就行的 你再努力再有内容 没有推的 你也没有流量 你就白做 所以我还是很明智的 我是一个啥都不懂 啥也不是的 纯粹的小白鼠 我连拍摄都不会 我就开始做了视频 这个视频 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不知道啥叫内容 但是我怎么把这一个事情 顺序有头有尾的记录下来 然后我把它剪出来就不错了 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就这么简单 那我就自己查百度 包括剪辑软件 我啥都不懂 然后就慢慢的下载了 就慢慢的不会也得会了 逼着自己 有的时候弄到后半夜 哪不会查百度 哪不会查百度 其实百度那东西一点用也没用 根本都不讲一些重点 这一路就自己摸爬滚打的 走到了今天 当然了 到今天我的视频拍的也不好 我意识 没有其他的旅游作者那么能吃苦 还有就是我身体 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在自媒体这一路 我有过几次想要放弃 第一次的时候 是因为网络舆论 他这种舆论倒没什么 就是我不太喜欢 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我不太喜欢 被一些他不理智的人 神经病那种个别的人 就那么随便说 就是说人格受到侮辱了 那时候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30多晚粉的时候 我就不想做 然后有一个其他的旅游自媒体的作者 他们想两口就跟我说了一句 说网络上的东西你要认真的话 那你就输了 还有一次是因为我太累了 每天要抓住网友们的眼球 每天都得有创新有新的内容 就是你今天做的内容是好的 你明天做的那种必须还是好的 你才不能断流 三个月的流量真的是自己抓住了一大把 这个得实话实说 但是这个流量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今天发的视频 大家伙喜欢看 你必须得保证明天视频 大家伙还是喜欢看 你得连续让大家喜欢看 否则你有一天的内容 大家伙不喜欢看了 可能第三天的内容 他就不去看了 所以你别看一个小小的短视频 你别看那么多评论量 那个东西都是我动脑子 还有付出的辛苦做出来的 可能除了闭眼的睡觉时间之外 我都在想明天我要做什么样的内容 才能这样的内容才能受关注 这样的内容才能受很多网民的喜爱 也就是因为大家喜欢 这个平台也会顺势往上推一推的 我大概的东西我都懂 那时候真的很累 别看我收益很高 流量也很高 因为我一个人在做 你们理解不了一个人在做的痛苦 如果你不认真去做的话 你懒不住这些的话 你也没有什么太高收益的话 我觉得这一天我就浪费了 我那时候我真会这么想 这三年就是跌宕起伏的 会有想放弃的时候 有人说你是不是平静了 在我眼里从来没有平静 因为只要你有好内容 不管你什么时候做 你都可以有好的流量 有好的粉丝粘性 除非你累了 坐不动了 或者是懒了 想休息了 让自己松懈了 你的内容水里更不上去了 然后粉丝的年度流量 那肯定是下滑的 虽然我现在视频也没有流量 也没有什么评论 当然我心态还是好的 人的一生都有三起三落 你都会经历开心不开心 你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也告诉所有做自媒体作者 咱们就心态放好 见机行事 随机应变 平时有空闲的时候 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因为我们还得生存